桃園機場戶外篩檢站入境旅客大排長樓 一個接著一個保持安全距離 領好篩檢試劑一人一站準備裁檢 不過現在入境不用戳鼻子 因為我是給他用鼻子的 他還好 他還可以接受 那他這樣驗過幾次了 三次吧 以往小朋友要快篩都還在用戳鼻子裁檢 現在不做侵入式快篩 讓小朋友也不再害怕 有一位媽媽帶著小孩在進行裁檢時 擔心小孩太小不會蒐集唾液 就用媽媽幫忙採取 大幅降低篩檢困難 入境旅客做唾液篩檢 就可以離開機場 不用再有等待PCR結果的時間 六月一號新政策上路 國外入境的旅客 一往抵達台灣都要先PCR 但現在全面暫停落地採檢 不做戳鼻子快篩 而是改用採集唾液檢體來進行PCR 通關時間縮短一小時 不過想唾篩 有些Mega要注意 像是口水量需滿一到二毫升 千三十分鐘不能飲食喝水 以及二到五歲小朋友 需要家長陪同才可以使用 整體來說不只比侵入式快篩方便 唾液快篩準確度有六成 我們的染疫力 現在已經比進來的染疫力要高了 我們現在都已經超過百分之八 先從落地採檢 然後變成是我們唾液的一個PCR 然後逐步再看相關的情形 根據我們的科學的證據 那可能逐步再來放鬆 目前入境旅客只要唾液篩檢 就可以離開機場 不用再等待PCR結果出來 光是當天入境搬機 包含三班美國縣 一班紐西蘭航班 還有三班的歐洲縣航班 旅客就達一千多位 疫情逐步解封 只希望國內疫情快穩定 恢復正常生活 三連新聞時明起張玉潔 葉心廷桃園採訪報導